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朗普政府拒绝了加利福尼亚州要求宣布六场破坏性野火的灾难声明请求 这场野火烧毁了全州数十万英亩土地 其中包括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一次大规模野火 也是该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野火 白宫表示这项请求被拒绝是因为它不受相关数据支持 费城今日多雨 气温最高61华氏度 最低气温43华氏度 昼夜温差较大 请大家注意保暖 明天天晴 气温61-40华氏度 周日多云转晴 气温64-50华氏度 未来三天请转多云 适合出门游玩 出门请务必戴好口罩 多谢您收看今天的天普时刻 我是主持人李亚彤 更多内容请到TempoUpdate.com 或者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或Twitter